这几张图是澳门安德鲁蛋挞的配方 上面写的蛋挞皮的制作就只需要这几样东西 大致的做法就是先把这些混混在一起 混成一个面团 接着把面团放进冰箱待15分钟 这类的油酥是黄油加一些面粉 用烘焙纸包着擀成薄片 千万不要试图用你的手去混合它们 不然 我们继续 那个冷藏好的面团把它擀成薄片 再用它把油酥给包裹起来 做蛋挞皮最需要的就是耐心 你需要不断的放进冰箱 再拿出来擀面 再放进冰箱 再继续擀面 再放进冰箱 最后再把面团卷起来 切成小剂子 接着就是整理蛋挞皮 哇 也不想细说了 我知道你们肯定放弃了 那就来说说它的蛋挞叶 就这四样东西 特别的是它只要蛋黄 而且至死量的糖 其他嘛都一样 挞叶不用担心 这个挞皮烤着烤着 不但没捧起来 反而缩水了 这个算好看点的 至于这个嘛 有点像它的鼻子 可能原材料不同 要改变一下比例 比如面粉的吸水性不同 就要多加一点水 没有捧起来是因为没有层次 那就多擀几次 多醒几次 这次让它重复五次 冷藏一晚 经过一些调整之后 果然捧起来了 这个卖相看着还是很不错 外面的那层皮也是酥到掉渣 但是里面的皮还是实心 想想想应该是皮太厚了 那就每个控制在20克以内 然后烤出来就是这样的 金黄酥脆 连底部都是脆的 花了将近几天时间来做这个蛋挞 每次失败后都告诉自己 再是最后一次 所以车被我翻完了 你们一定能一次成功 好 好 你 完成 自己